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遊客驚恐尖叫 因為他們搭的這艘半潛艇 和一艘正在出幹的漁船 正面撞上 事發地點在澎湖 對撞事故讓半潛艇船頭凹損 漁船的破浪手也有破損 我坐在最前面 船的最前面那個跨這樣 我在那邊看 奇怪那一艘船怎麼樣 開電燈一直來 船上遊客有人受到輕傷 但並沒有大礙 不過回想起對撞瞬間 還是心有餘悸 有人甚至是從南投遠道而來 第一天就發生意外 後面幾天都沒心情玩樂 怎麼樣會受傷的 我要保護小孩 保護小孩 大家都要保護小孩 因為小孩 因為小孩 對 他就坐在我旁邊而已 沒有拉到他 我女兒他就摔到海底進去 但漁船船長喊冤 說他看到半潛艇迎面而來 為了閃避才轉彎 沒想到過沒多久 就已經撞了上市 我就是要靠右邊一點 這樣大家才比較好開船 是 可是我怎麼知道 靠過去疫情他就直接過來 請業者備有救生醫治 可迅速取用之處所 開航前安檢所實施安全檢查 澎湖海巡隊在兩艘船回港後 接手離心責任 兩船船主最終達成和解 華視新聞黃澳天皇召 聖承能政澎湖報導 哈囉 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